当地时间11月25日,乌克兰三艘军舰穿越俄罗斯边境,并向克施海峡航行,与俄方发生对峙。 对峙期间,俄罗斯船只向乌克兰军舰开火,并扣押了一船该海域的三艘乌克兰军舰。 乌克兰国防部随后发布消息称,该国武装力量根据总参谋长,得命令进入全面战备状态,随着事态不断升级,中国外交部在关键时刻紧急发声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音询时称,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值克制,防止事态升级,并通过对话协商方式,妥善解决分歧。 耿爽在记者会上呼吁有关各方保值克制,对于中方这一表态,知名知识评论员宋小军在接受参考消息网采访时称, 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推动这一事件走向换河,的一个最为现实的表态,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,双方一旦陷入完全冲突状态,两国的贸易以及人民都会受到极大伤害,对地区形势也将十分不利。 在此背景下,劝河促谈,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分歧,逝世的俄乌双方国家意义受损,降到最低的方式。 因此,中国的态度是很公正的,有媒体注意到,就在中方呼吁俄乌双方,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同时,一些西方国家的身影不断闪现。 令视台区域复杂,俄罗斯口压乌克兰船之后,俄罗斯喷气式战斗机,飞过一座连接俄罗斯,大陆与克里米亚半岛的桥梁,路透社乌克,拦住美大使网列里恰为在社交媒体上撤,基辅呼吁美国注意克治海峡行事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援引乌克兰军事们护网的消息车,在莫斯科与基辅因克治海峡事件关系紧张之际,当地时间26日75时分,美国空军一架侦察机飞离俄罗斯边境。 此外,北约方面也表示,将会与乌克兰代表就该事件进行紧急会谈,由舆论甚至认为,一场大战或许正逼近俄罗斯。 对此,宋小军表示,俄乌双方的摩擦虽然正在升级,但尚无爆发大战的可能。 当前,乌克兰领导人亦表示,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。 事实上,目前俄罗斯方面的克制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,俄罗斯拥有的武装力量越强于乌克兰。 在这一世界中,乌克兰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,一是寻求西方介入,二是为了国内大选。 12月30日,乌克兰将启动大选,直至明年3月31日投票。 因此,在诉求方面,乌克兰并非要孤注一致。 同时,俄罗斯方面明显也并不希望将此事扩大化,保持了相对克制。 鉴于此,俄乌摩擦距离升级致大战还很遥远。 乌克兰其右翼团体,11月26日,在金服举行集会,支持乌克兰海军。 大新社宋小军进一步称,乌克兰大选启动后期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对蓄态发展有所影响。 最终决定民众投票的,并非是与俄罗斯的冲突,而是经济形势。 乌克兰若想高靠经济,离不开俄罗斯,尽管短期内是开补排除计划的可能,但从长期而言, 健溫仍将是事态发展的大方向,责任编辑,王川敏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